诶 诶 诶 什么感觉 什么 什么感觉 你说公司里面 现在正在传我和许人的绯闻 不是吧 你还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一直在装淡定呢 有人传许人进公司 就是为了勾搭你的 还有人传 贺总跟你吵架 也是因为许一人呢 对对对 还有人说 你在公司旁边给他买楼 取名叫Lowhouse了 我什么时候给他买楼了 留言留言 我是说在留言里面 你们这么传播不识的言论 知不知道对女生的伤害有多大 天地良心 我可没说 我还跟他们说让他们别说了呢 你是不知道 许一人在他们眼里已经 已经是一个为了尚未不择手段的 两面派绿茶 女神 干吗呢 我这不是随时等候你的差遣吗 姐姐请你吃大餐 我把地址发给你 先几二十分钟出现在我面前 过时不后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哥 我突然有要紧的事 我先走了啊 现在还是上班时间 赶紧回公司 把建模公司的材料弄出来 哥 我今天下午走的时候 看见许一人 简直是面容惨白 失魂落魄 你说 她这一个小姑娘 天天在外面被人说成 专门为了勾搭高富帅的绿茶表 那得多难过 多伤心 多惶恐 多无助啊 越是在这种时候 越需要安慰和陪伴 你作为整个世界的男主角 难道真的不去关心一下 自己的下属吗 而且你说 她今天是请了病假 她这种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 更容易胡思乱想 很容易抑郁的 万一她再想不开了 那可就糟了 哥 鼻子出去 好嘞 路上小心 安全第一啊 嗯 徐一人 你想什么呢 真打算被灭霸一个响指 搞得人间消失啊 徐一人 糟了糟了 方知又怎么突然来我家了 难道被她发现 我撒谎装病 来了来了 马上 方总 怎么是你啊 过来看看你 哦 病好点了吗 好点了 给你买的药 乌鸡白凤丸 牛黄解毒片 冲可贴 饮药水 方总 您这是干嘛 我也不知道你哪里不舒服 就什么药都买了一点 先吃药吧 有热水吗 方总 我 其实我 其实 我没生病 没病就好 您不生气吗 我只是是我 小弟 哎 我不是告诉你进去到吗 你在这儿多了啊 你还知道来怎么办 吃顿饭穿那么商务干嘛呀 一点都不适合 先进去吧 走吧 说好的二十分钟了 已经够快的了 你打完电话之后马上就来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公司那些人 更不敢跟你走在一起 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我 徐一人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呢 没有人能做到完全不在意吧 我就可以啊 你又不是人 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 我现在还做不到像你一样 可以活得那么自我 完全不在乎 别人的看法 为什么不行呢 其实这对你也不公平啊 因为我的缘故 让你也被人议论 所以 为了不让谣言越传越远 不让大家真的觉得我们有什么 我们还是保持安全距离 什么安全距离 就是 就是 不给别人造谣我们的机会 什么 什么感觉 什么 什么感觉 你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吗 你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吗 总之 只要我们行政政做的职人 就不需要在乎别人的感受 好 好了 你以后不许再偷懒 不想上班了 除非你不想干了 今天我先走了 那个 明天不许迟到 怎么这么热 我逼你吧 这么冷 吓死我了